朋友们正所谓百善孝为先 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也是维系着一个家庭的道德标准 那么古人把24个孝子的故事 编成了这个24孝 警告着世人 从古代到今天乃至未来 那么鼻烟糊 我们知道是这个公子哥玩的 拿着街上遛着鸟 核桃搬至龙中鸟 外加的鼻烟糊攀比 奢侈 这种生活 但是您想过吗 今天大伟竟然收了一个鼻烟糊 上面正是24孝的这个题材 那么这种奢侈淫秘的生活 也不忘了孝敬父母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鼻烟糊 这个画片呢 就是24孝当中的陆母奉亲 话说在周朝的时候 有一个叫谭子的 从小就特别孝顺 他的父母老了 然后眼睛患了这种疾病 想吃鹿乳 说是鹿乳对眼睛好 那么谭子呢 就苦思明显 终于呢 想出一个办法 怎么着呢 他穿上这个鹿皮 往深山的鹿裙当中走去 想着这样 取得这个鹿乳 供奉双亲 没想到啊 被打猎的人发现了 正当这个猎人 举起弓箭 要射杀他时 他急忙喊道 我是为了取得鹿乳 给换眼疾的双亲吃 才穿上这个鹿皮 混在这个鹿裙当中 就是为了取鹿乳 猎人知道原来啊 是人不是鹿 才放下弓箭 没有射杀他 并对他这种孝顺父母的行为啊 赞叹不已 有诗赞曰 亲老私鹿乳 身穿睫毛衣 若不高声雨 山中待见归 这个边湖这面高肤雕的画片 体现的就是这个故事 我们再看背面 背面这个画片呢 是二十四孝当中的行雍贡母 话说呀 东汉时期 有一个叫江阁的少年 他失去父亲 侍奉着他的母亲 非常孝顺 那个时候呢 正值战乱时期 他背着他的母亲啊 投难 中途啊 他遇见了土匪 他恳求土匪留下自己的性命 就是为了奉养母亲 后来啊 土匪看他这么孝顺 就放他一马 到后来呢 他做工啊 供养他的母亲 自己喝西的 也给自己母亲呢 吃好的 穿好的 后来他啊 孝顺母亲的这个事件呢 也流传到附近 以及官府 后来听说呀 还做了官 这就是行庸共母的故事 我们看这笔款啊 樊红 四字款 康熙年制 啊 这实际上是寄托款 这是晚清的一件 笔烟糊 口言啊 还是苗金 完完整整 非常难得啊 正所谓 有图必有益 有益 必吉祥 我们玩着这个老瓷器的同时呢 也别忘了这个瓷器本身传达给我们的这些正能量的意义 24校真的是非常经典 借着这个鼻烟糊呢 也希望大伟和所有看到视频的朋友们啊 给自己一个标准 一定要孝顺父母 我的工作很普通啊 老瓷器的搬运工 每天都跟这些老瓷器打交道 如果您也喜欢老瓷器啊 不妨给我点个赞 感谢 记得关注再走哦